各位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 你们有经历过在万圣节放出去的糖 被青少年连锅端的情况吗 哈喽我是Cherry 关注我带你看最真实的加拿大 今天跟我一起来准备一下这个Halloween 今天呢就去了一趟超市 其实今年去的比较晚 然后就买了几样东西 一个呢是家里有的 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们很熟悉吧 这个玩意儿 这个呢是放糖的 因为今年不打算开门给大家 就是一个一个派糖 毕竟疫情的关系嘛 再加上如果人多的话不太好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篮子 然后放好东西弄好装饰 就放在家门外面 让他们自己拿就OK啦 糖呢买的也不算很多 一个这个 这个是那个棒棒糖 它里面有多少个 40个 它有好几种 我觉得这种看起来包装的比较好一点 有那种扁扁的感觉不太行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买了一包这样子的 100个 它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 有这种软糖 然后有一个这种小朋友很喜欢吃 但我觉得很难吃的 我也不让一个叫啥 然后还有巧克力 然后呢就是这个啦 这个大家应该 以前看过我买菜视频有见过吧 就是这个50个不同的KITKAT 还有这种不同的巧克力 还买了呢就是这个黑色的餐巾纸 因为Halloween呢就是黑色的恐怖嘛 万圣节 还有这个卡片 因为我一想说把这个卡片放在外面 大家就知道说 我今年是派堂的 所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Halloween的卡片 写的It's Halloween 所以还买了一个这个 大家看什么 这个干花 原本呢它就只有这种高的 然后呢今天还买了一些这种橙色 把它给加进去 就有一点点秋天的这种感觉 然后节日气氛 倒出来是这么多啊 其实在今天也就是Halloween的当天 我又去买了点 因为觉得好像有点不够 我就直接在上面夹了一个卡片 而且我还特意写了一张纸 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啦 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我今年也是派堂的 但当然啦 还有南瓜要丢 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咯 给大家看一下院子 现在都11月了 多伦多天气好冷了 我家还有绣球哦 也换上了这个秋日的花 还有这个南瓜 一会儿把它给叼了 这边的绣球也还在开着 所以我觉得挺厉害的 就连月季哦 今年呢11月也还在开 不容易啊不容易 还有绣球 但基本上大部分的花呢 都已经拜拜了 或者是弄掉了 这棵树好看吧 这棵树是去年种下的 没想到今年哇颜色真美 回归正题 你看我本来是放在了家门口 这里呢就是叼的南瓜灯啦 是不是很可爱咧 看起来有没有有点凶凶的感觉 我这里写的是 feel free to pick three or four treats 就是教大家随便选三到四个糖果 或者巧克力 后来我就把它改了个位置 放在了车库门口 因为我放在门口 发现好多人看不见 或者是他被我们家前面有一棵树挡到了 那接下来大家就开始了 那视频中这个穿着很诡异 穿这个红色格子裤 水鞋 还有羽绒衫的就是我本人 哎我就是去外面摆一下东西 摆到车库前 结果小朋友刚好来了 其实呢我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父母带着的小朋友 跟这些差不多大 或者再大一点点 他们都会好好打扮 而且父母会跟着一起来 特别有礼貌 如果见到你的话 哇各种谢谢 有些家长只允许小朋友拿一颗糖 所以在我写三至四颗的时候 有很多小朋友都问父母 可不可以拿 然后父母帮忙拿 我觉得这样子都好乖呀 而且一些小小的朋友呢 通常都会办一下角色 像这个是超级玛丽 刚刚还有一些什么小动物啊等等 当然了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呢 小朋友很少 所以派的糖不多 来药糖的也不多 像这一位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开车过来的吧 其实在hello一万圣节当天呢 很多人都是开车去各个不同的小区转悠的 像很多富豪小区啊 就是大家很喜欢去的 因为他们那边装饰也好看 而且给的糖也很多 那像这些呢 就应该是teenager 也就是青少年啦 或者是父母 我也看不清楚 反正这个扎像素 反正我今天呢 是碰见了好几个人 然后他们都说 哎你这种方式挺好的 因为我的邻居们有些好搞笑 他们在家门前坐着大冷的天呢 在那里等大家来 好可怜的感觉 这个小朋友我很喜欢 他扮演的是一个披萨 你们看出来了吗 然后这些呢 就是青少年啦 他们也挺搞笑的 应该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因为我们小区很少青少年 很少小朋友 要是同小区的话 基本上都见过 这个青少年很搞笑 他真的是连忘了好几次 我的摄像头啊 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试过 被青少年连锅端走 这些所有的糖果啊 我有朋友真的是 好几次都是 那个青少年 看见外面没有人理 他们就直接把整一盆 全部都给端走了 也是挺厉害的 幸好我附近这些住的 都算比较不错吧 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我们就可以过正常的万圣节啦 再见